一花一世见,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古人曾说,建议仔细冉冉生气 方知圣人以至寒谷 每一件事发生之前 我们是不能预料到这件事的走向和性质的 有些事是好事,但你先前不知道 只能在过程中慢慢体会 然后明白其发展的趋势 有些事是祸事,但你事先不能预料到 只能边走边看,然后决定如何应对 可每一件事发生的时候 其实都要遵循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准则 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 往往是由人和环境所产生构成的 那么,它在先前所现实的征兆 我们也能看到 但能否看明白 那就得看人自己的选择了 怀男子有言 见一夜落而知碎之江墓 堵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声色 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 所以说 在未来的日子里 这几件密室要受众 不然财神见了都绕路 人力深于广阔的天地之间 身处复杂的社会环境里 想要生存和发展 最需要的是要依靠什么呢 说得俗气现实一点 那就是我们兜里面的钱财 要知道 你的钱财是你最为忠诚的伙伴 和最为牢固的后盾 但是 这世间的一些事物 都有它的两面性 也就是说 一些事物都是双刃剑 它既能帮助你 那也就能伤害你 就看你如何抉择了 对于钱财这件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喜欢显摆 赚了点钱就要显摆 买了件产品要显摆 显摆这样的行为说实话 不过是一种正常人之举措罢了 可就是这样的举措 却会引来无数的狼和狐狸的机遇 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你本来就想显摆夸耀自己 挣点面子而已 可因为别人存心滋事 你被小人盯上了 不是今天来偷 便是明天来抢 让人不再安稳 所以说 钱财之事 重于泰山 能不让人知道 就不能让人知道 二 个人赚钱之法 知道钱财来之不易 这是我们 每个人内心的天性觉悟 可知道如何赚钱 这是引起我们内心 贪念欲望的根源 而每个人赚钱 其实都有他们各自的法门和做法 有些人眼光够准 思维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 那么他们就能够把握住商机 进而在伤害中摸爬滚打一番 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有些人为人保守 内心不敢冒险 那么他们只能在工作上默默地打拼 慢慢地升上去 然后让自己 小有成就 不管是哪一种赚钱的方法 其实都有他的特点 所以说 有关自己的赚钱之法 能不谈就尽量别谈 以免被有心之人给盯上了 明朝朱元璋时 民间有个号称是 天下第一富商的沈万三 这个人在经商上十分的聪慧 在原末时起家做买卖 到了明朝初年 已经积攒下富可敌国的财富 可是沈万三虽然如此的富有 却对于自己经商的门道一言不谈 和他来往的朋友中 如果有贫瘠的人 沈万三会慷慨地进行救助 但如果有人提出 要跟他合伙做生意 则他就会断然拒绝 正是这样的态度 甚至在民间有传闻 沈万三的家中有一个聚宝盆 他所有的钱财 都是通过聚宝盆中得来的 从这样荒诞的传说中 也可以印证沈万三 对于钱财之言 不可多言的身体力性 所以沈万三一生 结交的朋友 都能够从一世中 后来沈万三得罪了朱元璋 家财被罚磨 自己也被流放南越之地 不过和很多落败的商人不同 沈万三并没有遇到事态炎凉 而是有很多的朋友 对他进行救助 以至于让他 也能够很好的安度余生 正是沈万三 避免和别人 在有利益上的纠纷 这样才保证 在人生的低谷 也没有遭受到 他人的落井下石 要知道 你说的真实 别人只会笑你傻 而你说的虚伪 别人只会嫌弃你 甚至到处说你没人情味 如此说来 为何要把赚钱之事 告诉给别人呢 守口如瓶 才是一个人 莫大的智慧 何本事 三 个人家庭之事 家手不可外扬 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一个人的根 永远都是在 他的家庭之中 所以 家庭中的一些 不光彩的事情 从另一方面 就是自己最大的隐私 对于这样的隐私 是无论如何 也没有告知他人的理由 我们的家庭 不管它变得怎样 能不向外显摆 就不要在外面显摆 因为家庭之事 就是我们一辈子的软肋和七寸 一个家庭 就算他繁华不再 亦或者 衰逝见生 我们也不能把他的情况说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世上之人 大多只会落井下石 如此 既然有落井下石 那就肯定会有锦上添花 当你家庭兴盛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身边的亲戚朋友 也慢慢地多了起来 可他们带你是真心的 还是假意的 其实我们内心都能明白 所谓家为重 不偏移 钱财知识跟家庭有关 而家庭之事 跟我们有关 他说的现实点 就是我们的软肋 对于这个软肋 我们要懂得守住嘴巴 不能让外人知道 我们的家庭状况 四 个人成败之事 对于成败 古人曾告诫我们要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但是 当这番话来到当今社会时 它也许就要有所改变了 对于你的失败 别人是 以之为悲 对于你的成功 别人是 以之为喜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都跟人捧高踩低的心理有关 所谓有钱有酒真兄弟 患难何曾见义人 有钱有酒了 有权有势了 自然就有过多的兄弟 来到你的身边 甚至连你的仇人 也都在明面上 来奉承讨好你 任你没钱没事了 活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自然别人就不会把你放在眼里 就连你的家人 他们有可能也会看你不顺眼 如此说来 人在社会 还在保持一些神秘感比较好 切莫让人猜到你的成功和失败 因为做人低调点 大致辱于一些 反而会让人有不敢轻视的心理 相反 倘若事事显摆 终究有一天 只会承认别人 砧板上的鱼肉罢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